百分之22.96%,这是今天中国的森林覆盖率,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许还不算高,但当时间回到建国之初,这个数字将仅有大约10%,而如果将这仅有的10%拆分到各个省份,你将看到这样的景象,尽管在位于南方的台湾,福建,浙江,江西,广东,湖南,森林覆盖了超过30%的土地,但在广大的北部和西部,却几乎是一片荒芜。 单速的森林覆盖率不到5%,新疆,宁夏,青海甚至不足1%,但幸运的是,异常改变即将到来。 截至2015年,全国已有25个省份的森林覆盖率超过20%,而在台湾,福建,江西,广西,这个数字更是高达60%,短短40年,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翻了一倍, 成为世界上同期森林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。 那么这一切是偶然吗?是幸运吗?当然不是。 在这背后,是一系列持续了数十年,至今仍在继续的超级工程。 从大名鼎鼎的三北防护林开始,他们从戈壁沙漠到平原沿海, 很跨长江,淮河,黄河,辽河,珠江流域,让绿色铺满了整个中国。 在这背后,也是无数平凡的人们,让我们无论在黄土高原,在太行山区,在黄河两岸,在海岸线上,都能亲眼见证这场改变。 时至今日,这项工程依然尚未完成,甚至永远不会有完成之日。 因为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园,而我们也必将不断探索更加科学的方式,让它更加美好。